高尾老蘇最強轉折之王 給您最專業的投資建議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加權指數盤中跌100多點 最多跌了152點 差不多在10點鐘的時候 然後雖然一度拉起來 然後最後又殺下去 最後可能會跌90點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的貴買指數比較強 嘉偉老師之前說過什麼 我前幾天我說指數不會天天漲 老師認為我在上禮拜五講的 我說從這個禮拜開始指數會開始進行震盪 好你自己去看 禮拜五禮拜一到今天禮拜二 指數是不是震盪 指數一定要震盪 指數不能天天都漲200點 但是指數在震盪的時候 嘉偉老師跟各位講 貴買指數會更強 貴買指數會更強 中小型股會更強 你看我們今天的測標 台北股市今天大跌白點 我們今天又三檔漲停板 你如果今天你在盤中 十一點半左右 你有在東升聽嘉偉老師連線 你很清楚 誰 又是靜默是誰了 是不是 所以我在這邊 我在跟各位講一次 我說 如果你會怕 請你跟著嘉偉老師念咒語 節目上跟著嘉偉老師念一遍 回家對著鏡子念一百遍 你就不會下甩磨 什麼咒語 台股兩萬大行情 主身段ING進行事 台股兩萬大行情 主身段ING進行事 你說今天台北股市跌了100點 我們今天能夠有三檔漲停板 而且銀幫是三支漲停 廣運連續兩天跳空漲停 情城也是兩根漲停 當你會發現市場上有這種股票 而且這種股票還不是阿貓阿狗的股票 還是名門正派的AI股 你告訴我這個行情會死嗎 所以你看我們從 前幾天開始自從嘉偉老師這一次 我說看好兩萬大行情 我們全力去做AI股 而且我做的AI股跟人家做的AI股 好像有點不大一樣對不對 人家或許還是IC設計 人家或許還是IP股 我說不是不是不是 現在大家搞得清楚AI AI台灣能夠收什麼是受惠的 而且我就講了嘛 我們以前在科技廠的時候 我們以前在當Presales的時候 就很簡單 SI 我們以前公司是SI 系統整合公司 SI靠什麼賺錢 解決竹科那些大廠的問題賺錢 所以他們有問題 他們裡面工程師這麼多 為什麼還需要SI 因為樹葉有專攻嘛 他們資料中心 他們需要解決散熱的問題 他們需要做异地備員 他們需要那個資料的容量 他們就只得找SI 所以當他們現在遇到散熱的問題 散熱真的是大問題 我真的沒有騙各位 熱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問題 trouble在那邊 你能夠提供Solution 這個Solution 就是大商機 而且這個大商機 你都不知道我們以前 扣那個單真的是 有時候你眼珠子會掉出來 當年我就扣過一個單啊 我當年就協助 那個我的Sales 對不對 因為我們Presales 我們是協助Sales 當年什麼 台積電給我們下一個需求 我需要1T 1T 1TB 的儲存空間 1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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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隨便一顆硬碟 4G最基本嘛 對不對 隨便一顆2.5吋硬碟也4T了嘛 4T了嘛 不是4G 是4T嘛 他以前只要1T喔 1T喔 你們知道那一張單 那一張訂單 所有的設備最後建置 完成 對不對 然後那一張單還打折喔 還給台積隊友特殊的折扣 打折最後那一張單多少錢嗎 那一筆訂單多少錢嗎 3千多萬 1T喔 我真沒有騙各位 1T 為什麼 因為當年我在做的時候 那時候你要用Skassi硬碟 Skassi硬碟是72.6G 它實際能夠使用大概67點多G 你要去精算 然後你還要做RAID-FI 資料的那個防它crash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算出到底要多少顆 然後你需要買多大的硬碟貴 後面還需要光纖交換器 一台光纖交換器就幾十萬 如果32POL的可能要好幾百萬 對不對 後來還有光纖 還有光纖收發頭 光纖收發頭 一顆就10萬 然後一顆10萬 你那個 你那個光纖收發器這邊一個 對不對 光纖的那個交換器一個 那個光纖卡那邊一個 兩個 就20萬 對不對 一顆硬碟72.6G的Skassi硬碟 加熱插拔的外框 一顆least price 3萬塊 隨便括起來3千多萬 所以我問各位 這是不是大商機 這當然是大商機 所以你看喔 從 你看這是6月13號 你那個導播底下標幫我消掉 你看6月13號 台北股是大漲261.5 我們說 會員AI股集中 當天我們營業大漲 6月14號 對不對 台股漲21點 我們又漲停了 情城漲停 對不對 在上個禮拜五 我們還三檔漲停板 對不對 你看 6月13號 音業大漲停 6月14號 情城漲停 6月15號 兩檔漲停 一檔叫銀邦 一檔叫神達 6月16號 連續四天都有漲停板 銀邦第二根漲停板 6月19號 禮拜連續第五天 廣運跳空漲停 到今天呢 連續第六天 我們有漲停 而且今天很誇張 廣運 第二根跳空漲停板 眼珠子都掉下來 那關鍵字是什麼 關鍵字是什麼 靜默是水冷 這個靜默是水冷 這個靜默是水冷 大概有時候 教育老師整天在講 你今天你一定聽到 很多的分析師 不管盤中連線 或他自己的節目 都在講水冷 喔 關鍵字就水冷 可是你會發現 他們講的東西 錯誤擺出 甚至我們的報紙 講的東西都錯誤擺出 只有教育老師 跟各位講正確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鎖定的標題 這麼精準 廣運 靜默是水冷 兩根跳空漲停板 銀邦 你看銀邦這張股票 有夠甩對不對 昨天是不是拉到差一點 漲停板又摔回平盤下 平盤下尾盤 大概漲1%的時候 我們還加碼 加碼最後漲5% 你看今天又來了 衝上去甩 甩到平盤下 再從平盤下直接拉起來 今天我們11點半在那邊連線 當然我們還是在講這個 因為 市場給你太多錯誤的訊息 錯誤的股票 對不對 雙虹有沒有做金融四水冷 我跟你講沒有 雙虹做的是循環四水冷 隨便啊 你有沒有發現很奇怪 對不對 只有家瑋老師一直跟各位講 這叫什麼 靜默是水冷 我們從6月13號買 6月14號加碼 還有昨天這邊再加碼一次 這樣子 四天三根漲停板 四天三根漲停板 有沒有誇張 然後呢 我們今天早上在10點43分的時候 把秦城買回來 你說家瑋老師 你不是 禮拜五才把秦城賣掉 獲利了解 你怎麼今天要把他買回來 我就問各位 你今天早上看到 你說昨天廣運跳空漲停我還可以忍受 你今天早上看到廣運 再來第二根跳空漲停板 我可以把伺服器賣掉 你看我們廣達賣掉今天大跌 偽創賣掉 音業達獲利了解 就我們廣達偽創音業達 對不對 還有技嘉我們都可以獲利了解 因為 散熱佔他們的比重一點點而已 但是我把秦城獲利了解 可是你看到廣運連續第二根漲停板的時候 你受得了嗎 我嚇出一身冷汗 我真的嚇出一身冷汗 為什麼 不是因為我廣運跳空漲停屋 我嚇出一身冷汗 我放空背開 不是啊 是因為我想說 啊死呀 我秦城賣錯了 你知道嗎 我今天早上真的嚇出一身冷汗 所以啊 秦城早上不是 早上不是這邊殺了一百五十幾點 開屏殺一下 殺一下 我殺一下這邊 我繼續看喔 到底你會不會繼續殺 然後後來呢 我從這邊 砰 就翻回平板 翻回平板怎麼辦 買回來啊 怎麼辦 買回來啊 買回來啊 買回來之後我在這邊連線嘛 然後你看講講講 砰 最後漲停板 再重新稿 所以我是不是這樣 超級大多頭行情是怎麼樣 你賣掉會噴出去的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不要現在 你不要 輕易的看壞伺服器的股票 伺服器的股票 哎 教導老師你賣對啊 你那2382廣達 你賣到今天大跌耶 過兩天我們可能就把它買回來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 主流股 它誕生的時候 它存在的時間就是什麼 主身段行情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嘛 兩年前的那個 漲五六千點的大行情 裡面有誰 先天國一揮生技股 再來就是航運股 對不對 在幾年前的那個大行情 裡面有什麼 被動元件股 所以任何的大行情 它一定要有搭配的主流股 這一次台北股市的2萬大行情 為什麼它能夠衝到2萬 因為一定要有名門正派的股票 名門正派這四個字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名門正派 AI股哪個講起來不名門正派 NVIDIA講起來哪個不名門正派 台積電講起來哪個不名門正派 聯發科這些 這些股票才能吸聚 市場上的大值景 你說前陣子的軍工股 你看昨天不是軍工股反彈 結果後來人家搞清楚 原來漢翔昨天會漲停板 是去參加那個航空展 原來 所以漢翔為什麼會漲 祝龍為什麼會漲 人家去參加航空展 那你雷虎咧 當然今天就大跌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大多頭行情很多股票都會漲 但是你能夠要當裡面主流的 就一定是名門正派的股票 而名門正派的股票 AI股裡面它也有很多的自主群 誰才是之中的王中之王 就是市場上要解決的大Trump 所以我下個階段我會再好好跟各位講一次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這一次散熱這麼重要 可是佳偉老師嘴巴講的散熱 跟你認同的散熱可能不是同一個東西 你們以前認同的散熱是那種風扇在那邊轉轉轉 像吹風機那種散熱 不是喔 真的不是喔 完全不一樣 下一階段我會好好跟各位講 好 然後呢 今天的節目的最後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因為字卡來不及做 就是這個 這個新的節目已經敲定了 新的節目敲定了 來 7月1號 從7月開始 7月1號星期六 下午3點 一樣是下午3點 我們的節目在網路上是下午3點首播 7月1號 星期六下午3點在非凡商業台 佳偉老師的股市總司令 會移到那邊去 那當然 嘎尾頻道會不會有 還是會有 只是 我必須要從那邊拿帶子回來 我們這邊再上傳 所以你看嘛 我3點去錄live 3點半錄完 等到我拿到帶子 再上傳到我的嘎尾老師頻道的時候 可能已經是 搬完了 可能是已經搬完了 那 詳細確定的時間 因為我們沒有去run過 我不能跟你講說 我們高位老師頻道的更新時間 所以 我們會盡快 去跟非凡那電視台那邊磨合 就是說 你帶子要盡快給我 盡快給我 然後我們盡快上傳 但是 請各位下午3點的集合 下午3點的集合 就要麻煩各位 再把電視機打開 很多人可能家裡的電視機都關起來了 所以下午3點的集合 可能就要轉到 非凡商業台 為什麼 因為我說過了 主身段 台股2萬大行情 主身段要有主身段的股票 當然 這麼大的行情 教育老師看好 這麼大的行情 當然我們也要 主流中的節目 這個一年一度的生日方案 就六月 就會把它結案 因為教育老師是六月 二十八號生日 錯過今天 再等一年 下一集結論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成龍頭部 陳老師 一年一度生日大禮送給你 年度最大優惠 今天優惠只要二分之一 再加三大好禮 結果難得 錯過今天 再等一年 雖然再見 02-2752-5868 2752-5868 高尾老師最強轉折之王 給您最專業的投資建議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那我今天早上 第一通指令 發給我們會員的就是說 各位不要去擔心什麼端午長假 沒什麼好擔心的 多放兩天而已 多放兩天而已 我們就繼續操作我們的 因為我們做的是什麼 第一個 理由 這個是主身段大行情 你既然是主身段大行情 這個 譬如說今天我在連線的時候 對不對 我前面的老師 他打個比喻 他說現在如果以南下列車 有沒有 往北開有沒有 從高雄發車往北開 他說現在可能應該是過了台中啊 到了新竹啊 對不對 我說我後來想說 不是不是不是 我說前面的老師講這個打個比 我覺得很好啊 可是教育老師認為啊 如果說以現在 現在這個 從高雄發車的話 可能現在大概嘉義吧 嘉義吧 嘉義很難耶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我再給各位講一次 我說你看這一次我從 這個 5月4號開始跟各位講 萬六萬七輕鬆過 當然現在已經都是萬七 已經是基本了 可是你要去想一個月之前 一個半月之前 教育老師再跟各位講 萬六萬七輕鬆過 那時候萬六是 鍋蓋啊 我講完之後是不是就噴 對不對 噴了之後我看到這個資料說 哇外資史上淨匯入 前五名都在最近這三個月 所以我呢 開始講 兩萬大行情 我從六月六號開始講 從六月六號開始 我節目的測標就是萬萬 台股兩萬大行情 就沒改了 因為我是真心的認為 真的是兩萬大行情 兩萬大行情 所以趕快上車 下半年 對不對 那我去對照 以前的主身段 我認為現在只是在這裡 所以你如果說你這裡當高雄 那當然這裡就已經是台中了 對不對 但是我說以主身段來講 因為這邊經過了三個月的人 假設這是一個主身段 你把這裡當高雄 這裡當台北 那我跟你講啊 主身段裡面這裡 是不是才到差不多 嘉義雲林差不多 欸 離台中還遠的很欸 重點是主身段結束之後 甩完叫還有一個陌生段啊 我跟各位講 我再跟各位講一次喔 嘉義老師講的東西絕對有憑有據喔 未來散戶信心爆棚 可能包含你 是在陌生段才會出現 也就是說你現在這裡叫做金金長你知道嗎 半信半疑忠誠 你每天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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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嚇死了 對不對 動不動一個風吹草動你就賣掉了 一個端午節你就賣掉了 但是 嘉義老師把話放在這裡喔 當主身段長完未來末身段的時候 保證是你信心爆棚的時候 而且你的信心爆棚會一路爆到哪裡 連後來的整個座頭你都信心爆棚 然後最後又會砰 就像之前後來二屋戰爭爆發整個摔下來 所以行情在絕望中誕生 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在全面樂觀中毀滅 喔 未來行情還大得很 未來行情還大得很 現在只不過叫做什麼 半信半疑啊 為什麼你現在輕易的會賣股票 為什麼你現在看到冬午節就賣股票 再過幾個月你看到什麼 中秋雙十 中秋雙十你知道才隔一個月 一個禮拜你知道嗎 中秋雙十你又要賣股票了 因為這裡是半蒙 這裡是什麼 半信半疑啊 而這裡半信半疑就是最好賺的時候 這裡就是會有主身段大行情裡面的主流股 所以我再跟各位講一次 主流股在哪裡 在這裡 因為未來全世界都會缺電 因為大家都要高算力嘛 你常常看那個電影對不對 像嘉蕾老師正義為了要看那個閃電俠 我把那個超人崛起 然後蝙蝠俠大戰超人導演版 然後那個英雄正義聯盟導演版 全部把它重看一遍對不對 超人的星球為什麼會毀滅 因為它要鑽取它的天然資源嘛 鑽到最後後來不行的 砰 星球就爆掉了 高算力需要很多的電 需要很多的電 但是電它一定會產生 它的副作用就是熱 對不對 能量國面定律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嘛 熱 熱現在很難解決 所以法令就下來了喔 你不能這樣子對不對 我沒有騙各位嘛 新規出台嘛 2025年新建數據中心 PUE要小於1.3 什麼叫PUE PUE就是電源使用效率 總用電量 你用在IT設備上面多少 以目前大概是1.7 也就是說你的總電腦多70% 是花在其他的部分 主要就花在散熱 未來就是說你頂多只能多花30%的電在散熱 那你要怎麼做 電風扇繼續吹 我跟你說不可能的事 降不下來就是降不下來 你必須改方法 藝人 因為你不改 以後你就不准開 關廠 關廠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了嘛 你看intel搶工藝人中心對不對 宣布這些 銀幫 音業達 神達 廣達 偽創 偽影 八台廠 裡面你有沒有看到廣運 沒有 所以為什麼這兩天說 音業達跟廣運 合作 大長 因為這八家裡面沒有廣運 可是我就跟各位講廣運有沒有 有 因為它無論在循環式水冷裡面有廣運 靜默式水冷也有廣運 而且這一次Computex 廣運還展出了它的靜默式水冷的東西 點名的通通大長 這就是為什麼鎖定的這麼精準 所以你看嘛 我 我們就是一步一腳印的這樣操作 金像電 萬情城 對不對 情城漲 連線也推薦對不對 漲停 然後獲利了結禮拜五 上禮拜五 獲利了結之後 後來禮拜一廣運 跳空漲停 今天再跳空漲停 嚇都快嚇死了好不好 買回來 然後連線再講 棒 第二根漲停 對不對 我們把全新獲利了結 全新獲利了結之後有噴出去喔 但是我認為廣運比較好 因為靜默式水冷嘛 我就是非常看好這個 連線推薦 跳空漲停 對不對 今天再跳空漲停 創新稿 有沒有超強 銀幫 對不對 銀幫也是嘛 對不對 你看 最近都沒有人在講銀幫啊 銀幫這兩股股票很喜啊 我把聯發科獲利了結 轉銀幫 14號再加碼 果然超微發表AI晶片 因為他是超微的供應商嘛 銀幫漲停板 隔天再漲停 是不是 然後呢 昨天 是不是又衝到差一點漲停板 哇大家嚇一跳 追追追就殺下來 殺下來之後再尾盤 我說沒有人叫你早上追啦 早上都會洗 像今天對不對也是洗嘛 尾盤買 今天就拉起來 沒有 後來尾盤拉5 5.3% 然後今天早上是不是開高又洗 標股才會洗啊 標股才需要洗啊 第三根漲停板 創新稿 主流的主流是不是就在這裡 主流的主流是不是就在這裡 當然 接下來還會有其他的主流 家瑋老師會一一的去 帶各位去做 而且伺服器的股票 可能我們會找時間 經過修正之後就把它買回來 現在的重點是 7月1號星期六下午3點 家瑋老師的節目 我去買了非凡 商業台下午3點的節目 因為 主身段大行情 當然要有主身段的股票 也要有主身段的節目 那所以說 集合的時間就麻煩各位改到 下午3點的非凡商業台 那至於上傳的時間 家瑋老師會盡量快 盡量快 請這個助理跟這個商業台這邊 去做一個緊密的聯絡 那詳細的時間 我們踹完之後 當然我就可以跟各位定下一個 我們上傳確定的時間 但是家瑋老師的頻道 不會開天窗 這個一年一度的生日方案 請各位好好把握 我們明天見 今次由疫情測試效 互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水盛評估 並致富投資風險 在一 nước 民事務局